Hello大家好,我是Michael徐嘉诚 随着WBC世界棒球经典赛结束 2023年MLB美职棒新赛季 马上就要在3月31号重燃战火咯 今天我将为新球迷们 安利最有看点 最值得圈粉的9支MLB球队 我要声明啊 我推荐了不是最强9支球队 评委我会预测本赛季的进入赛名单 如果你是老球迷的话 我有说的不对的 你们可以在评论室里和弹幕指出哦 我一定会去新进出的 好了,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要推荐的是我的主队 它是这次WBC最风光的大联盟球队 它拥有2023年大联盟百大球星排名第一和第三的两位超级巨星 哇哦,听到这里 你应该觉得这支球队应该是夺冠大热门吧 我告诉你哦 它这次季后赛已经是9年前的事情了 没错 它就是我们家可怜的洛杉矶天使队 也有21年MVP连续两年百大球星第一位的超级二刀流巨星 日本队长大古祥平 和三届MVP当今世界棒球公认第一人美国队长迈克特劳特 要换在NBA中双超剧组合可以直接锁定冠军了 但是在棒球世界里季后赛都困难 不过本赛季天使队通过补强先发6人轮值各个都值得期待 打者部分又补强了两位上赛季接近38拳一打的前段班打者Juri和Refroo 再加上曾经摆搭前十位的软动的再次满血复苏 再加上几位新人的快速成长 说实话我的天使队还是充满期待的 接着是上赛季获得队式真正以第一个世界大赛冠军的休斯顿太空人队 老冲迷都知道 太古达人队在2017赛季通过作弊的手段获得过队式第一个冠军 我以前对这个是非常嗤之以鼻的 不过去年夺冠攻城 无论是投手还是打者 都是17年以后的年轻人 作弊的国不应该让他们呗 上赛季冠军确实名副其实啊 最近四个赛季三次打入世界大赛也证明了他的实力 尤其是投手群 无论是先发轮值还是牛棚都是联盟顶级的 所以我来这里推荐休斯顿太空人队 接着推荐世界上最有名的棒球队 也就是没有听说过他队名 有时候不定有他们的棒球帽 我说是衣服 没错啊 他就是纽约洋气队了 我今天推荐大家关注他 不是因为他很强 而是我觉得他被高估了 很多媒体每年都把杨基队排在夺冠热门的前列 而我觉得他即使能进季后赛也走不远 首先打者方面啊 杨基用9年3.6亿的美金 续约了去年打出62发破纪录全力打的NVP法官 今年能保持健康 打出接近40红成绩就已经很好了 然后斯坦顿 Rizzo和辣妹都存在健康隐患 其实打线就没什么拿出手的了 接着是投手方面 我一直认为啊 杨基的王牌不让人放心 加上多位投手受伤 杨基想在美联东区拿第一不容易 应该是很难吧 接着推荐的是一直被同城球队纽约杨基压制的纽约大都会队 当我老板这几年疯狂砸钱案 大都会成为了今年夺冠呼声最高球队 先发投手方面 山说失去了只要健康这是联盟最强先发的地瓜 在大都会也补尽了经验各夫妇的虎王维兰德 和新道的日直超级王牌千鹤火大 当然因为WBC赛季爆伤的最强终结者迪亚兹 让大都会牛棚有一些隐患 但大都会七位OPS加120以上的超强打线 应该关门会没那么难吧 第五支推荐球队和纽约大都会一样 也是重金打造的超级夺冠热门球队 圣迪哥教师队 他们打线有过之而无不及 希望脏辨小子洗心革面证明自己 唯一让人担心的是先发投手的深度不够 如果吃不了太多局数 一只双牛棚说不定会像前年一样虎头蛇尾 这次推荐的是去年的亚军球队 费城费城队 新赛季加盟了原道起队的游击手 在这次WBC经典赛为美国队立下汉马功劳的Treatoran 原本费城的打线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但一离手哈斯金斯训练受伤赛宝 21年国联MVP哈佩尔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商与归队 今年能在国联东区拿一张外卡就很不错了 接着推荐的是大联盟的老牌强队 纽约扬积的世仇 不是对红腕队 我这次红腕不是为了让大家关注他战绩 他今年无论打线还是投手军 其实都没有什么竞争力 我关注的是两位球员 一位是日职最全面的左达及前阵上 今年来红腕挑战大联盟 我期待他好的表现哦 还有一位就是这次的纪念赛A组NVP 赛会最佳伊丽手的张宇成 作为我们中国台湾的最强达者 我希望他今年可以在红腕战伍大联盟 最后推荐的是美联中区的老大 克里弗兰守护者队 我之所以推荐他 是因为队中的二年级美级华人 金手套外野手史蒂芬官 他去年最新人在攻守两单 都有着全明星级的表现 打击率 上脸率 安打 军级进联盟前十 三振比9.4 联盟第二 以及极低的挥空率 以他的身体条件能打出这样的成绩 他打击守备技巧 是我们中国小学学习的榜样 好啦 我推荐了八支球队 已经全部说完了 其实的话还有很多的强对名说 比如说洛杉矶到齐 亚特兰大勇士 多伦多蓝鸟 下头水手等等等等 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介绍 下面是我对今年季后赛名额的预测 预测肯定是很主观的 等到半年后啪啪打脸吧 你也可以把你的想法留到评论区里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Michael Jackson 又想更多人爱上不得上而生 拜拜 好了 我又回来了 刚刚说有九支 我只说了八支 那么第九支 我推荐球队就是我们的中国队了 今年中国队除了WBC 还有我们的杭州演员会要打哦 我这叫杭州 看球队就找我哦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国家摩执队 加油 我看球队就会打开玩笑